哈啰,大家好,欢迎收看,防守真好看 挡拆是篮球比赛中常见的进攻手段 俗话说,挡拆手得好,胜算不会少 这集影片将为大家解析 当林俊吉遇到两种高压挡拆防守时 哪一种防守最能限制他的发挥 第一种是当掩护者的防守者做Head时 他会快速跳出来挡住持球球员 逼他远离篮筐,不让他轻松突破或投篮 并给持球防守者时间重新站好位置 但这种防守有风险 如果其他防守球员没及时干扰顺下球员接球 或者顺下者防守球员没能迅速回防 那么顺下者就可能在篮下轻松得分 第二种是最侵略性的防守方式 当掩护者的防守者和持球防守者一起夹击 Trap时,他们会快速上前压迫持球者 或使他移动到角落 利用边线和半场线来帮忙防守 让持球者不得不传球 在这种情况下 侧翼进攻球员得赶快上前接应传球 而侧翼防守者可以先干扰顺下者 防止他继续往篮下走 比赛初尾对位阿吉防守也是手不太助 所以团队必须要放更多的协防专注力 在这个队位上面 好,这个嗨秀之后 球给到了大B在进区 用左手进 还是阿吉的助攻 手出来之后后面的轮转真的面对到 对,先把对方的第二阵容打上来 就要考验吴家俊 对 那提到老吴当然在四月份 开始又有比较轮回这个到轮替的阵容 但是四月份能够达到15分钟以上的比赛 也只有两场而已 没错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够的 阿吉在外围受到包夹 进攻空间也拉不开 剩下三秒钟了 林俊杰要来处理这一球 最后还是选择分 在有时间压力的状况之下出手没有找到篮框 球已经出现了 总的来说 越是高压的挡拆防守方式 越需要其余三名球员迅速轮转和补位 确保顺下球员无法轻松接球或得分 这对防守球员的沟通 判断力和执行力要求非常高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留言和订阅 感谢收看